為了捕到更多的魚 各地的漁民們可謂是絞盡腦汁 他們針對當地的特有情況 利用身邊唾手葛德的工具 發明了種種一小不大的捕魚方法 當然這些方法可不是誰都學得來的 看過視頻之後 估計連魚擋一哥高啟祥都要連連稱讚 好了 先戰後看年輕百萬 大家好 我是老毛 五種最奇特的捕魚方式究竟是什麼樣的 當然馬上被您揭曉 在硬控克斯米爾地區有一個安查爾湖 這些年由於環境污染 導致這裡的湖水混濁 垃圾遍布 在這樣的條件下 無論你是用魚乾釣還是用魚網補 幾乎都會收效甚微 因為你弄上來的很可能就是一堆垃圾 於是當地人就研究出了一種 獨特的影子捕魚的方法 他們先用蘆葦乾搭起一個尖尖的小房子 然後再蓋上一層厚厚的布 最後把自己藏在裡面 我是沒弄懂這究竟是什麼原理 反正湖裡的魚就是會自動游到小黑屋底下 漁民們也可以輕輕鬆鬆的將魚抓走 在鋼果河上 當地的漁民們會稱漢祭 河水水位較低的時候搭起腳手架 附下無數用藤飯或者是蘆葦做成的漏斗性魚漏 這架式真的堪稱天羅帝王 接著漁民們就可以坐享其成 等待魚兒自投羅網了 特別是當雨季來臨的時候 漁民們基本上都是賺的盆滿钵滿 這種方法雖然看上去很簡單 但其實還是很危險的 特別是在收魚的時候 這些簡易的腳手架 在河水的衝擊下變得非常的光滑 如果一不小心掉下去 那基本上村裡就得擺桌齒齊了 據說每年雨季都會有一兩個人掉進河裡 因此喪命 第三位獨木樁釣魚大法 斯里蘭卡的漁民發明了一種踩在木樁上的釣魚方法 當然也有人叫它高敲釣魚法 我之所以不叫它這個名字 是因為等下還有更牛的 以前斯里蘭卡的漁民們很窮 買不起漁船 於是就發明了這種奇特的釣魚方法 他們只需要在山戶從海域附近的潛灘上 插上自製的木樁就可以釣魚了 甚至連魚兒都不用 是不是很牛 不過現在這種古老的釣魚方法已經很少有人用了 沒什麽別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種方法效率比較低 現在它基本上成為了一種表演 遊客們即使遠遠的站在岸邊看和拍照 他們也會有專門的人來找你收錢 對此有人表示 這是斯里蘭卡版的江泰宮釣魚 不知道如果有機會 你會不會去看一下呢 古巴是一個社會管控比較嚴的國家 對駕駛漁船出海捕魚有很多的限制 於是當地人就發明了一種新的捕魚方法 就是使用套套來釣魚 在首都哈瓦那 當地人也把這種方法稱為氣球釣法 之所以不用氣球而用避運套 其一是因為套套的材質比較特別 比一般的氣球要耐用 其二是因為有補貼 用套套比用氣球還要便宜 避運套釣法可以讓幼兒飄到更遠的地方 據說最遠能飄到300米之外 這樣就能釣到胡堅 紅鯛魚等 在岸邊很難釣到的魚了 不過釣到的魚不能賣 因為你沒有賣魚的營業執照 你賣魚就是違法 所以這些用套套大法釣魚的人 通常都會說他們釣魚就是為了給家人吃 但實際上他們會把吃不完的魚 偷偷賣給一些私人餐廳以換取報酬 據說一條品項不錯的海魚 可以賣到十幾美元 這在當地差不多可以抵得上大半個月的工資了 高靠網賺出各種有趣的排行榜 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 不要忘了用您的發財手點擊關注支持一下 感謝感謝 第一位 高蹺捕魚大法 在我國的廣西東興市生活著一些金族漁民 500年前他們的祖先就發明了這種 在雙腿上綁上高蹺增加高度 到一米多深的前海海灘捕魚的方式 這樣的捕魚方式可不是誰都能上手的 要想成為一個高蹺捕魚高手必須要通過無數次摔倒再站起來的練習 每當颱風來臨前 魚霞就會大量出現在前海區 這對當地漁民來說可是一個小賺一筆的機會 當然下海前要做好一個五六米高的巨型操網 這個操網沾水之後重達70多斤 對人的體力而言可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所以高蹺捕魚也被稱為只有男人才能用的捕魚方式 現如今漁民們都有了漁船也有了更好的捕魚工具 所以這種採高蹺捕魚的方式也越來越少人用了 在這一代高蹺捕魚師傅們退休之後 未來還能不能看見這種傳統的捕魚方式 也成了一個未知數